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正反声音 周二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Tim Scup和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Dem Sullivan以及他们的24位同事 包括共和党领袖肯达基州的参议员Mitch McConnell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 拜登总统说现在不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好时机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eeman说佩洛西访问台湾是非常鲁满危险和不负责任 同样是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Brad Stevens 虽然认为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具有不可否认的风险 当他认为佩洛西不应退缩如果他退缩那将是灾难性的 他说佩洛西不应在不利俄更大陆面前退缩 其实如果大陆是俄更的话 所有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都是俄更 他还认为美国国会代表的应该每年都去台湾访问 华虎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戈莱以Bonnie Grecer称此行此击不对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Peskov说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一种挑衅 周一数十人聚集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抗议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自行 台湾的一位黄女士说 我对她的访问感到相当兴奋 台湾的一位张先生说 她对这次访问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不担心 我觉得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 每个人都会继续他们的生活 在佩洛西下榻的台北军乐饭店外面 几十个支持和中国统一的人 对佩洛西的访问进行了抗议 一些人要她滚出台湾